先前講的超市一人公司 我們最主要的回應是說 公司的大小跟公司的規模 與它的能力是沒有關係的 那第二個部分就是一人分之三角 我想這是媒體在說明的 我們並沒有從檢調單位 得到任何的一個訊息 有關於所謂的業者之間的關係 當初在我們的行政調查報告裡面 因為行政單位是沒有辦法去做一些調查的 所以我們主動的移請檢調單位來處理 然後後續就是由檢調單位去查明 到底是不是超市之間的一個 後續的跟它的那個來源牧場之間的關係 到底是怎麼樣 我想會靜待那個檢調單位的一個調查